你看一米长的炸鸡 大家好 这里张雨菲不是 你们知道的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炸鸡的人 就在昨天 我发现好像就新开了一家炸鸡店 他们店有一个一米长的炸鸡拼盘 里面总共有十种口味 整整十种口味 这吃起来肯定很爽啊 你们是不是 所以说我今天打算带你们一起去 简简单单的吃一点 到了 你好 你好 好的 好的 我先点个菜 我想吃 不是我主要想吃那个 我觉得那个套餐很划算 就是那个自然那个套餐 不知道我点了套餐就好了 因为那边东西蛮多的 然后你家喝什么酒酒 我看见有什么特别的吗 就用烧酒 不我不喝酒 年纪还小 他这个死亡鼎王照的我真的是 很恐怖 为了跟这家店搭配 对我今天带了小橙 我带儿子都是有逻辑的 舒服了 我很好奇他会 那个一米长的炸鸡有多爽 因为这个四眼团然真的很划算 他这个套餐是218块8毛8 8888 8块8 有一个一米长的炸鸡 还有个芝士炸鸡锅 还有个小吃组合 还有酱料 218块8除以4等于 54块7毛2一个人 现在你们可能没什么感觉的 待会上菜了 感受一下这个价格 好谢谢啊 没有我就记录生活而已 差拍拍完 我会发在B站 可以啊 我叫张鱼哥 看我一下我叫张鱼飞不是张鱼飞 就历枣张 年年有余的鱼 飞翔的飞 这个套餐里有这个酒吗 对的对的 可是它没 这里面是没有啊 是带的 那这个太划算了吧 点凭里的 你这个套餐里是没有的呀 就这个四人套餐是没有的呀 218的套餐 如果说这个有我也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你赚钱吗 对 哦 那是这个 哦 我们别人算错了 我们是这个套餐 没那就这个吧 没关系 好点 行行行 这个就是288的套餐是吗 行行行 手机上的套餐和那个单子上的套餐 是有点不一样的 然后我就说怎么会有酒呢 因为那上面没看到 如果218还有这个酒的话 我的天 太划算了 你有点饮料吗 喝一杯 可以吧 你没开车吗 行来 来一杯 你能喝吗 可以 可以 那就少喝一点 这边 可以 就是那个套餐你的是吗 对 那套餐就很适合 就是好几个人来喝酒的套餐是吗 然后我抱一口关键 错了 这个套餐 没关系 因为他家处理还有每个 同样的 没有的 我们都送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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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我满意了 好好谢谢 他说就是点套餐之外 那些东西他都送我 原本要288的吃 他218卖给我 客举打开了 先吃点小吃吧 就是双小鸡块 卖了鸡 先吃点 我肚子饿了 先吃个鸡 垫吧垫吧 跟麦乐鸡味道一模一样 而且刚找得出来 好吃的一体 要是番茄酱 尝点番茄酱的麦乐鸡 这就是一个喝酒套餐 而不是专门的吃货套餐 哦行行 那我就先吃这个好了 这个是芝士球 因为那个炸汁 毕竟十个味道 还是有点慢的 我好喜欢他耍着这个 这是手上的粉 相机的汪汪汐 被果然外面那层粉 再看一下这个酱 这个好像是低卡酸奶酱 蘸一蘸 吃一下味道怎么样 这种酸奶酱 贼甜腻 其实你都可以直接喝 其实就是酸奶我感觉 在上面放了一点细菌脆 味道是好的 如果说是可以续的话 我觉得可以多要一点 我觉得这么一点肯定不够我吃 转一下 这个粉简直是灵魂般的存在 让这个芝士球升华了 因为它芝士里面其实没什么味道 反而有这个粉味道超浓 把里面的芝士也染得味道很重 好吃 真不错 我喝点这个酒 切实 我那个10米的茶几还没来吗 马上来 因为它这个店新开的 你知道 就是我感觉它套餐真的好喝 这个也是在这个套餐里面的 这个芝士炸鸡果 它也是在这个套餐里面的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 这个炸鸡果 应该甜辣的吧 其实这个表面的这些芝士 它并不会让这个炸鸡吃得更好吃 但是会让你看起来更加想要吃 嗯 这些都是五骨的吗 这个应该是鸡腿 你看 这个应该是鸡腿的 这应该是鸡腿的 绕一道 来火起来 火成一个芝士炸鸡腿 这个感觉已经太甜了 它也属于那种咸了吧唧的甜 这个唯一缺点我觉得就是吃多的会有一点小厚的感觉 哇 它里面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五骨鸡的 一个是鸡腿 你们是比较喜欢吃鸡腿还是五骨鸡呢 小孩子才能选择 我都来了 没东西 我先把这个吃过来 你看一米肠的炸鸡 你帮我分别介绍一下 它是什么口味 琥珀甜辣 琥珀甜辣 芝士脆皮 芝士脆皮 爆辣 雪花奶酪 蜂蜜芥末 蜂蜜芥末 墨西哥烤肉 墨西哥烤肉 嗨辣 嗨辣 什么是嗨辣 嗨辣就是火鸡面的那个辣 然后这个是香辣 香辣 蒜香酱油 原味 可以 那这个爆辣得多辣呀 这个爆辣 爆辣跟这个嗨辣都是变太辣 不能吃辣的话 行 没事 我很能吃辣的 总共是十克味道的炸鸡 无糖可乐是我最后的倔强 弹一弹就好了 好 爽 这个是琥珀的 琥珀甜辣 琥珀甜辣 像这样 想吃一口 这个琥珀甜辣的味道 其实跟我们刚才吃那个芝士炸鸡的味道差不多 味道真的很浓很浓 非常适合下酒的吃 我给你们了 你们觉得这十个口味 你们最想吃的是哪个口味 这个呢是雪花奶酪的 它是干炸鸡 你们是比较喜欢吃干的炸鸡 还是湿的炸鸡呢 我们就是湿的湿多喜欢吃干的 干的湿多喜欢吃湿的 一湿一干干湿有东西 这是我本人 这雪花奶酪的话 它有一股非常浓郁的奶酪香味的 奶酪味比较浓郁 奶酪味比较浓郁 不过说实话 还是有点埋心疼这个 鸡的 你们知道吗 因为鸡其实还蛮可爱的 你觉不觉得 就是说我今天我吃这个炸鸡呢 就是 能就一只是一只 据我所知 一只鸡只有两只鸡腿 所以说我今天就近我所呢 就五只鸡吧 五只鸡 这就是爆辣的鸡翅 不辣 不辣 一点都不辣 我跟你说 真的一点都不辣 没感觉 啊 我甚至 不喝可乐都没关系 它其实这个辣度反而真的还好 并没有那么变态了 我感觉跟火吉米还是差那么一点 一丝 它这个原来是持久型 这个白色呢应该是洋葱乳酪的 我发现他们家炸鸡都有个共同特点 就是都很甜 我个人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今天是在做好事你们觉不觉得 对于鸡来说好消息是有缘能救的 然后坏消息是只能救他的两条腿 这肯定就是蜂蜜芥末了 上面撒了一些黑芝麻 上次我看了一个弹幕它怎么说你们知道吗 它是医科生牙医 看我吃东西就能看得出我的牙应该很难拔 说到目前吃过来最好吃的确实还是蜂蜜筋 但是有一点 我是发现这些炸鸡都好甜 这就应该就是补充的香辣味 吃了香辣的 吃多了腰印 感觉吃这个朴实乎化的好好吃 我个人认为它这个香辣炸鸡会比较酥脆一点 相比前五个炸鸡了 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蒜香酱有味的 其实这些炸鸡看起来真的还蛮好吃的 你觉得有觉不觉得 就是我知道屏幕前的你们 尤其是现在是晚上11点12点的时候 在看的观众们 你们可能也很馋对不对 这好咸啊 这个蒜香酱它就几乎一点都不甜 只有咸鲜味 我现在都分不清这个是哪个炸鸡了 你们觉得这是什么炸鸡啊 芝士脆皮 没有一股芝士的那个味道 别忍了直接点吧 好吗 拿起手机赶快去点炸鸡外面吧 不要忍了 这个不会是墨西哥烤肉味吧 有没有想到过这种搭配这种组合 这是像一种墨西哥烤肉 偷甜偷咸 再吃最后一个 这是原味的 原味的炸鸡腿 最朴实无法的炸鸡腿 说不定最能抚慰人心 刺激感觉原味好好吃 因为我觉得之前那些口味都好重 现在吃这个原味还没什么味道 这个炸鸡腿 吃了这个炸鸡腿 里面都湿了口味 我个人觉得最好吃的 当然无疑肯定是这个蜂蜜芥味的了 对不对 蜂蜜芥味 YYDS 然后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吃 比如说这个香肠年糕 你看 也是它这边那个吃的 是我已经小吃饱了 所以我就少吃一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你们知道吗 就是做好食 也要力所能及 不要一口气吃太多 你知道吗 你救不过来了 真的啊 最后让你们选择一下今天的十个口味 你们最想吃的是哪个呢 最后这些我吃不完的 我准备打包回家了 好吧 大家看的开心 不要忘了给小说点赞投币加收藏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先生小姐 你们的外卖已经在路上了 我马上给你们送过来 千万不要给我打差评 很快的很快的很快的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